你现在在听的Raymond Wong的直播节目 希望大家帮忙点赞、订阅和分享 记得把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现在讲一下之前 陈志思接受了香港某一个媒体 我免得说他的名字 这个媒体好像是什么日 好像是,我也不太记得 他接受他的访问 陈志思就是前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会议成员 他现在不是行政会议的人 他接受访问时,他有说 现在香港经济下行是事实 但是有压力才有动力 这个团结香港基金的主席 行政会议前召集人 接受了香港01的专访 他说的一件事是挺真实的 就是说过去20年 香港吃大陆经济腾飞和自由行的水 令到人们赚钱很容易 陈志思就说 这样是变相仰懒了我们 有些东西 他这样说也是对的 我认为不是错 为什么不是错 其实当你的钱很容易赚的时候 你就不会想方法去赚多些钱 如果坐在这里可以有钱收比较容易赚钱 你不会怎么想 陈志思他说的 他说懒的结果 就是大家忘记了如何加强竞争力 其实懒的结果 不只是我认为 不只是大家忘记了如何增加竞争力 这么简单 而是 有些人是想一件事 就是用一种掠夺式的方法 去赚钱 用一种掠夺式的方法赚钱 他是不理会后果 其实在香港现在这个问题 是越来越普遍的 你可以看看大维修的情况 大维修他们现在玩到是怎么样的呢 我在旁边观察而已 实际的情况 我是不敢说百分百是这样的 但是根据我的观察 他们现在围标是有AB队出来的 你现在变成是信任何人都死的 那些业主是 为何会这样 其实香港要赚钱难是真的 也有一批人是为了赚快钱 他是不管之后的后果 他是完全不管之后的后果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我认为是有特别的原因 他现在赚钱的部分 他们为什么要用这个极速去赚钱 他觉得 有没有明天 就是没有之后赚钱的可能性 他呢 不好意思 我现在有些事情要做一做 他觉得 不可以 不可以的 一定要弄一声 就要赚钱 他 如果不是弄一声 去赚钱 那就不行了 我一定要弄一声 把钱赚钱 其他东西我是不管的 为什么会这么有趣 我就告诉你 当社会的人 集体是短视的时候 你就知道 情况就很严重了 我认为现在是 整个社会 集体短视 集体也是短视 是人人一起短视 当你人人一起短视的时候 之后的后续问题 当然很大 那 陳指思有说一件事 他说 香港今天面对的困难和大范围冲击 其实可以逼大家认真思考 如何可以走下去 现在香港各行各业 虽然不景气 但是 陳指思他说 现在正好是时候 可以抽丝剝奸 去看一看 喂 究竟 怎样可以走下去 他这样说 其实一定有些人 就很不 happy 听到他这些说法 为什么听到他这些说法 会很不 happy 这些说法 我是理解的 因为他说的 是令到很多人 是觉得 喂 搞错 你说的东西这么难听 你说的东西 非常难听 那 这个 陳指思他说 有些人说 地产不败神话 就破灭了 陈指思他说 楼市 虽然现在浮浮沉沉 但是仍然有光衰 他看工商铺 他就认为 这个未必是 短时间之内的影响 那么简单 可能是有长期的影响 工商铺 那里 其实 这个当然是有困难 这个是不容易的 也多谢仁次郎 木村你的支持 很感谢你 这个情况是很糟糕的 风继续吹他说 我真的不太同意 陈指思 我感觉 懒的人 怎么都懒 以前的环境好 懒都能找到吃 不懒的 也会多用力去赚钱 现在每个人玩揽炒 不懒的人就抢 那么 现在是很困难 他变了 因为 市面上很多东西不够 市面上很多东西不够的时候 当然是各出其谋去做一些 我认为也是有问题的事情 那么 现在 这个情况很惨 我的看法 现在的情况 不是很理想 陈指思他说的这些事情 其实 对之后 社会有没有帮助 我认为他说的事情 也是上香港好的 陈指思他出来接受访问 他说这些说话 他 其实 我觉得 他也是想 香港 抹过 现在的难关 那么 香港现在的金融市场 当然有问题 在调盐水 餐饮业 又受到冲击 那么 没有办法 那 陈指思他说 他说 现在要看看 究竟是周期性 还是结构性 才可以对症下药 那么 这个说法 我也认为是正确的 这个说法 我认为没有问题 但是 全球经济环境 是否都是差 这个是真的 但是 香港是 特别 不过 陈指思他说 他很有信心 国际金融中心 在他有生之年 绝对是 香港的优势 这个没错 因为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 国内 只会有 一个金融中心 就是上海 香港 就是另外一个金融中心 现在这个环境 那么 那 香港的工作是怎样 最主要的工作 是 窗口 香港 不可以不记得 香港是整个中国的窗口 是为国家增值的 那 陈指思他说 这个仍然是香港最大的角色 无可取代 香港背景 始终是有好的法律基础 资金流动性 和美元挂钩 所有配套都有 而且很近国际的市场 离岸集资功能上 香港是一定占优的 他的说法就是 那 那 香港金融业 当然 其实有另一边 就是 和国内的经济 息息相关 其实 香港 过去一段很长的时间 都是有很多 外国的资金 就经香港 进入中国大陆 这一部分的 投资 其实 有很多城市都可以看一些数据 就是港澳台投资的资金 就是外资利用 港澳台的资金 其实港澳台基本上是香港 是少了很多的 有很多城市在 2023年 2024年 那些数据 你一看就知道 咦 他不是没有外资 是 港澳台的份额是少了很多 所以整体的外资利用 就减少了很多 那 陳志思他说的一件事就是 他不相信中国经济 是长远都不会好 他用了一个 double negative 分析一下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不敢说 他相信中国经济 长远一定好 所以他说了一个 double negative 如果你可以很肯定 去说一件事的时候 你一定是正面地说的 我不相信 中国经济长远都不会好 其实呢 其实他透露了一件事出来 就是他对国内的经济 也不是十分有信心 不过他之后有说的 他就说 国内经济一定会向上的 他好 香港自然会一起好 这些又是 我认为 香港政界的人 很多都是上当然的 很多都是上当然的 觉得外边的因素 有些改变了 有些外边的因素 改变了之后 那香港呢 就没事了 但其实香港是不是 一个这样的情况呢 老实实跟大家说 我是很怀疑的 为什么我会这么怀疑 这件事呢 这也是 多年的观察看出来的 多年的观察 因为你如果自己 觉得自己可以的 一定可以的 那 那 到最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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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外奴 这些东西 是有很多利益在里面的 有很多利益在里面 但是整个政策 一开始定出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犧牲了中下层的人 当你的政策是犧牲了中下层的人 的时候 有很多事情搞不定 我跟大家说 真的 那些人不相信我 我说而已 有很多人都不相信我 那没办法 是吧 有些事情我没有办法 那 那 佐特他还有说 就是 新闻播入地盘外奴 住宿6,000 加班 抽10%中介费 实收 19,000 里面 当然有些 特别的东西 但是 还要多抽一样 就是 就是 就要多抽几样 其实 除了住宿抽之外 你 买东西 那些全部都是 一定在他们的地方买回的 所以呢 不是 只是抽6,000元 这么简单 是很多水 可以抽的 Anyway 继续讲一下陈智思 因为 本来也说是他说什么 继续讲一下他的看法 究竟他说的东西 对不对 那 那 陈智思他就说 无法说服大家 香港每个行业 都好像金融那样 只是遇上周期性的问题 他就说 他的看法 餐饮零售 陈智思 会归类 遇上了结构性问题 部分 很难救得到 那 他就说 坦白说 十几年前 上去内地吃东西 那些人会问 没有地溝油价 现在那些人上去吃东西 会说上面吃就比较新鲜 另外一个行业就是淘宝 很多人转做淘宝 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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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些变化全部都是一个结构性大的冲击 那 是结构性问题 那 那楼市他怎么看呢 他就说 这个他也是专家 听他说什么 他就说 住屋 是周期性下行 会浮沉一会儿 他就说他不是经济专家 但是住屋还有很大的光衰 只是经济不好 大家没有信心 便不想入市 他就说 香港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家里面 很多人还很向往去香港落地生根 所以他就不是太担心的 他看淡就是工商铺 他就说 这个是不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是一个大问号 现在很多人不会入铺买东西 那还要开这么多铺 是否还要有地呢 这个未必是短期影响 他的说法 也是合理的 但是 香港这种城市 我的看法就是 领袖其实不能做 不过你做领袖的话 通常 都是要做得 一些比较方便的事情 不是没得做 零售是有得做的 因为你要立刻拿起手 有得用 都是要在本地买的 你没有可能淘宝 等他几天送货 有些东西拿起手 就要用 这件事情也是重要的 我认为零售不是没得做 不过那个焦点可能会改变 还有有些不同的行业可能会 整合在一起 比如好像超级市场 有些超级市场的做法 就好像取代了便利店的功能 在香港也是这样的 取代便利店的功能 有些就取代了两送饭的功能 即是在那间超市里面 卖了两送饭 大一点的超市才会做这些 ROY107就说 什么问题都好 先解决问题 好不好 其实很难搞的 香港其实 不是这么容易 出来轻轻说 要改革就可以改革得到的城市 香港 其实是一个 即是你一改某些东西 就牵一发动传新的城市 所以 有些人是轻然改革 我认为都是很糟糕的 而且有些 治理的方法 其实可能 令到市容好了一点 但是好了一点的后果 令到经济 又是有一些不妥的情况出现 这当然不理想 对吧 殉坤就说 陈先生这些真是缓面说话 明天会更好 和风水佬没有什么分别 他坐在他的位置 他也要这么说 但是 现在陈智思他说了一件事 我也觉得 要适应 即是要适应 太弱流强的法则 他就说 有些人他们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其他人死亡 过我死亡 当你现在想要用太弱流强法则 其实 有很多做生意的人 他们想的方法 就是 不太说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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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某些酒楼 或者某些店铺 之前有一间药房 他就 收拾了个 然后改名 然后再营运 其实 会越来越多人想这些东西 因为 有些人做了这些东西之后 他们没有后果 就越来越多人想这些东西 其实 政府是有责任去看这些经营手法 就是 收拾之前 又拿一大货 是 拿一大货 然后 就 不找一条货 然后 他 收拾之后 他重新开业 他就用 旧店铺的货来卖 这些严格来说 是诈骗的 可以说是这些严格来说 是诈骗集团做的事情 但是 你又没有办法 用普通的法律去制裁他 所以 这是有困难的 当然 我说到这里 其实 就差不多了 休息一会 回来说说其他话题 好吗? 休息一会 现在 那么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